三兽通出,上古神兽与超神兽的威压随之弥漫而开,那无形中的气流如同一座大山压在众人胸口上,只感觉头顶压抑,胸口烦闷,体内气穴乱涌。 上古神兽火凤,扁异兽独角白龙,超神兽吞云,该死。 这凤九一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契约兽,而且还是这样强大的契约兽? 给我杀了他们,是。 下一刻,直接朝那几人扑去,那几人脸色一变,迅速往身后退,尽量不与他们正面交手,以免被对方强大的威压所震伤。 黑袍男子看着这一幕,眼中不由划过一抹震惊,没想到这凤九一人竟能契约这么多头契约兽,而且还拥有这样强大的实力。 正想着,就感觉到面前凌厉的杀气朝他袭来,他猛然回神,便听到那清冷的声音。 你的对手,是我? 凤九手持清风,速度几快,十几米的距离却在眨眼间被拉近。 眼见着清风剑就要刺入内人眉心时,便见那戴着面具的黑袍男子转过身来。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吗? 哼,清风剑在手中一转,一道轻芒奋舍而出,以凌厉之势,骑向前面的黑袍男子。 黑袍男子也不含糊,手一动,一把长剑也握在手中,注入凌厉气息,长剑化去了那道轻芒,同时剑锋一转,迎着凤九而去。 两剑相倒,发出一声清脆的铿枪手,两股锋刃从剑刃中弥漫出来,互不相让地抗衡,因为微压散开,地面风沙卷起,落叶纷飞。 两抹黑色的身影飞升而起,在那漩涡中交战着,他们速度太快,看不见里面的情况,只知道一道道剑气从那漩涡中劈出,击落地面时,发出砰的一声巨响,生生将地面砍出一道深钩来。 一声惨叫,本以为是凤九他们那里,直至另外几人顺着声音瞧,看到的却是一名中年男子被吞云一口咬住了脖子。 那人来不及求救,也没能等到旁人回过神去救他,就被吞云咬断了脖子。 那人被吞云一甩,丢向了另一边,紧接着,吞云又扑向了围攻老白的两人。